這壇事是萬必提議 剛才大家一致通過的 有關林鄭月娥昨天在答問大會堅持地說 你們立法會議員整個立法會是同意通過了 有關長者申領縱援的新年齡上限 這件事引起雙方面不論是建制派 因為民主派是非常充沛非常巨大的負面情緒 我們現在民主派我們就誠意邀請 和建制派方面不僅是跨黨派 甚至是跨陣營的合作 就是要求林鄭月娥取消新的長者 新領縱援的年齡上限 如果不是的話我們就會未來的財政預算案 如果不是的話我們就會對未來的財政預算案 我們會投反對票否決 希望他們三思 這筆合作我剛才都已經和文字上 和廖長江他們談過 也都剛才碰到Stary李慧琼 也都和他提了一提 我們希望這件事可以成事 過去建制派這兩天你都聽到 說到自己很慘是受害者 是被林鄭月娥冤 他們支持財政預算案 就不代表支持今次把長者綜援的年齡限制 是提升到65歲 那各人有各人的表述 但我覺得最實際的行動 既然今次是民主派和建制派 都是大部分 絕大部分議員都覺得 是不支持這項建議 是應該要叫政府 撤回這個建議 昨天林鄭月娥就說到她無能為力 因為是你們已經支持了 那最好的方法其實就是 一連一度的財政預算案 如果民主派和建制派能夠站在同一陣線 提出一個這麼合理 社會上都是支持的要求 政府是不可能不答應的 因為如果不答應的話 我們一起否決未來的財政預算案 如果能夠給政府這麼清晰的信息 我相信政府是必須要讓步 過去他做得如何陰濕 包括賴皮、奸賴、誤導 這些就是過去 大家可以跟他追究 但是向前看 怎樣可以最快達至最大的程度 要政府立即跪下收回呢 就是我們開出這個條件 過去大家說拉布沒用 當然少數派呢 就是 去逼政府做些事情 當然作用是有限的 但是今次如果跨黨派來的站在同一陣線 根本是不用拉布的 開出這個駕駛 如果建制派來說我們都同意 其實他是立即要回應 好 阿春說幾句 一直都說 複巢之下 豈有言論 今次是林鄭之下豈有言論 你見到 林鄭要屈起一些 要屈起一些立法會議員的時候 其實都是屈得很盡 屈得很打得的 真是 她不是很打得 她是很屈得 所以對著林鄭真是 真的要說 七七七 你屈人 但是如果要 證明她對於被屈 真的大家是心苦痛絕的話 就除了我們民主派會議 邀請建制派一起在 裁正預算案去投反對票 之外 其實下個禮拜 我的議員動議 都是講 檢討中緩政策 改革中緩政策 這個正正就是整件事 的來龍去脈 所以 我也都跟這裏呼籲 建制派的同事 應該看著這個政策的內容 也借這個機會 最好不過地去表達 她對於被屈的一個反抗 我看到這幾天 她們不斷去澄清 也都正說我走過來的時間 看到在公門廣場門口 有一些抗議的行動 我覺得 繼續做 下個禮拜三都要繼續做 多謝大家 Regarding I know you need English Regarding this Carrie Lamb's allegation or blunder you call it over the government's new age limit imposed on welfare payment to the elderly to the elderly as we can all see this abundant negative sentiment expressed on both sides both the democratic camp and the Beijing loyalist camp we are now extending we are now extending a sincere invitation to the pro-establishment camp on the following and that is the government must shut and will scrap this new age limit on welfare payout for the elderly or we will all consider vote voting against the upcoming budget and i've talked to Martin Liao and Stari Lee about this i hope they will give us a positive reply how big of a chance do you think the pro-government camp will actually join forces with you because they really said that they don't want the government to run out of money and second it's clear that you guys are planning to reject the budget even though we don't know what's in the budget the first question you should ask the pro-establishment camp because it's their core after all and it's their reputation and credibility involved and secondly what's going to be in a new budget we don't know but we are acting with principles and we are fighting against this lack of ethics at least verbally from Carrie Lam 没得评估 你便即時捉住Martin 说 他未回的 其實 講多真是無謂的 你去求林鄭月娥 去撤回 這個決定是沒有意思的 你實際 建制派講到自己是受害者 我們也不相信會有財政懸崖出現 因為只要 建制派和民主派 超過35個議員 站在同一陣線 開出這個架 政府是必定要接招的 當然 反過來 不可以說 如果他收回 我們是不是支持今年財政預算案 這個 今年的財政預算案 還是今年的財政預算案 現在就是說 無論你今年的財政預算案做得多好 如果你不肯 去撤回這個65歲的新決定 我們就一起投反對票 這是很清晰的訊息 也給了社會 你說他上次 放在財政預算案上 屈我們 欺負我們 那你就要有一個反擊的動作 還有 建制派要誠實 就是去處事 部分的建制派就說 林鄭就屈去了 幾本電話簿 這麼厚的財政預算案 看不到 但是最新的資料顯示了 工聯會的陸仲雄呢 其實在財政預算案的特別財委會裡面提問呢 是有針對性地就是問 這個收緊 這個長者中援的門檻的這個問題 他們知道的情況之下呢 是投這個的贊成票 還有啊 還有很多的建制派議員 經常說 民生最優先 政治放兩邊 但是很明顯 今次投這個財政預算案的贊成票 就是政治表中 現在我們看到 我們的特首林鄭是約老 收緊這個長者中援的門檻的話呢 請他們誠實地是向市民交代 透過今次去來定 未來的財政預算案的投票取態呢 是要求林鄭的政府 是要去撤回這個 收緊長者中援的門檻這個做法 I just have one more word for you just one more word for the pro-establishment camp and that is you can't on the one hand claim to be to having been victimized but then on the other you just keep worshipping your tormentor but then ask for just to be just the way i don't wanna stand orphans 很可疑 現在